大家好,5月24日,星期五,老规矩,这是一个录制的节目 录的时候,星期四下午,差不多5点钟,4点50分 大家是否相当喜欢Sony的麦克风呢? 我看见大家好像没有人有投诉 但这个是用ROOC的,不然这个麦克风就会扔掉 但这个麦克风表面已经相当骚髒 为什么呢?我没有盒子,买不到盒子 买不到盒子,如果这个麦克风报销便会买另一个ROOC的麦克风 有一个有盒子,很大 但是暂时又不需要买这么多 那个不是太贵的,不算太贵 但我看见读者好像很接受Sony的麦克风 但没办法都想用一下,不然麦克风就报销了 我先看看星期四,恒指收多少 就不太好,跌了326点 恒指收18868,即是说,几天之间是由19000 不知四还是五,跌到18800,很快很快 成交是1299亿,现在就收了市 其实地产不是太多东西 但今天也有一些内地比较关于人工的新闻 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实今天的地产已经新闻不太多 刚刚过了周末,即是说星期六,星期日 你推太多新闻,例如阿诚哥那些,全部都减3成 那你经济现在又下行 其实我前段和一个,差不多农历年和他吃过饭 的朋友聚久,大家出来都是喝点东西,吃点东西 聊聊天,大家聊聊大家近况 他其实都挺南下的,但是 今次他都承认说中国的经济不好 他都主动承认说现在中国经济不好 这个已经是大家不争的事实 大家可以看到,香港十大屋苑 上周周末,只有四宗成交 我之前,差不多是19年那时候 读地产班,地产 course 其实所有那时候的同学都不少 差不多有,我想一班里面我们的人都多 差不多有三十多人 差不多有 我所知道有十多个都是做地产的 但是到今天为止,我们都和阿瑞有个群组 基本上已经是完全没有人再做地产 即是零,完全没有 我那时候和大家说过,曾经想我做 但是后来我都,英明决定 真的,英明决定 在这个上学上来说,我们叫九流人 即是我们叫九流人 什么叫九流人呢? 即是不是说你的人九流 也不是说你品格低下,不是 是说你是做一些自由职业的 即是平安 没有说有一份固定的工 或者是固定的人工 或者是固定的工作去束缚着你 类似是现在的平安 那这个叫九流人 其实 就不是说你的人九流 即是六七八九个九 水流的流,九流人 即是说,做这些就最适合 为什么呢?成本最低 你如果付出成本的话 有什么问题可能没顶 就是很多 我很多之前的同学 全部已经是离开了 因为根本没有办法生活到 而你也看不到香港楼市有什么前景 这个是最大的问题 其实香港很多 之前找到钱的人 已经是 我可以这么说 你已经找到你 接近最后一个同伴 那你说不是,我做政府工 那样,看会如何 对吧? 就是说,可能明天就出现 也不出奇 当你现在香港的财赤 一年比一年严重 大家想想 为什么第一年 借五百亿 第二年要借七百多亿 即是发债七百多亿 那二百多亿是用来还息的 如果正路来说 他没有再还钱的话 其实他接着再发债 就要九百亿 接着可能一千多亿 就是吸毒感 越吸越多 除非你可以有外资还钱 即是有外资入 但是暂时我看不到 所以今天会讲一下 但是我们今天讲内地的 比较多 内地的新闻比较多 好了,鑽石九组合 没有变成 因为现在还是星期四的下午 217% 美银组合就是105% 大家可能听到少少背景声 就不是 就不是之前那个傻傻声 是因为外面下雨 现在是4点 4点 55分 有个报导 就说过两个小时 就有个珠江的低气压 令到香港可能会有大雨 现在大家听到 背景就是外面的雨声 或者是雨水滴在冷气机的声音 没有开冷气 因为不用开 相当之凉 这个就是我们的封面 连续三个礼拜 连续三个礼拜 即是说切辣之后 连续三个礼拜 香港十大屋苑周末 都是得单位数的成交 你不用看哪六个屋苑捧蛋 总言之就是捧蛋 就是这么简单 我们先说一些新闻 大家知道很多内地的餐饮业 公广 其实都没用 大家看到这个是油麻地 咕噜丸子屋 其实之前是威威威势 只不过一年时间 已经是廣州27年 我不认识 你说小鸢只是哪个我认识 但这间店我不认识 只不过是开业不够一年 已经是要求顶租 就是夜宾分那里 大家可以见到生意多得多得多好得多好 大家都可以见到 就是说一些虚仰的个案 何文田加多利丰 是福息来的 这个塔定 4500万 5年前是2019年 8000万 现在是4500万 就是螢光幕这栋大厦 这个我不知道是否一个宣传 方浩文我听过的名字 我不知道是谁 大家知道我们说过 这个是旺角的LC Park 单栋式 大家可以见到 暂时来说 还是一个楼花 还是楼花 564万 首期只需要8万5 只是楼价1.5% 这个其实是香港01找出来的 不是公布的 这个是一个很小的单位 243尺 平方尺 一房 成交价564万 但是呢 它在楼契上设定 它只需要付8万5的首期 就行了 剩下558万 在签约之后的一年之内 完成交易就可以了 就是会不会是一些灶头 名人效应呢 我不知道 基本上你送给它就可以 OK的 没问题 它是在 这个 在查册的地契里面 会写明 就是说 这个是特殊 香港 以前 仕头婆 留下的制度 是相当之好的 就是说 你一看那个 那个 那个 填土厅的成交 你就看到 它有全部 有订阅 8万5 可以 送给它 都可以 但是 会不会是一些 名人效应 或者宣传 我就不知道 我都不太认识这个人 就是方浩文 你说在街上见到他 可能都 可能当是一个普通的女孩 这样 相当多的蚀养 这个是 沙田的港元村 我估计 柳陵都相当久了 没什么所谓 这些二百多万蚀 蚀四十多万 你看到来龙都可以 不过我估计 港元村应该是 相当久了 在沙田来说 我估计是相当久的 这个就很夸张 这个 马安山的营海 星湾 它是 花圆 连复式 再连两个车位 哇 你听着我说多次 有花圆 复式 即是上下两层 再加上两个车位 哇 在业主六年 蚀一千五百万 这么夸张 蚀一千五百万 蚀了三座 蚀了三个 家湖山庄三房单位 出去 那些人当时是瘋 你看看香港当时的 楼价 我想跟日本不会差太远 日本泡沫爆破的时候 你想想一件事 我告诉你 在什么东西 在北角海船 一房 一千万去买一房单位 一千万去买一房单位 你没想法 对不对 洗黑钱 但是洗黑钱 不是洗一房 是吧 一房一千万 原先的赤价是四万八 现在是两万八 我告诉你 还可以跌 一定 蚀四成 即是你都瘋了 一房一千万去买一房 你是不是傻的 另外 嘉湖 趁这个 切辣 有一个业主 赚了六十万 OK的 他也看得准 是的 他也看得准 他三百二十万 看准切辣入市 接着切辣之后 就三百八十万 沽出 赚了六十万 即是香港人 挺危险的 他再沽不到的话 可能就 未必要蚀 但没得赚 很快说到十大屋苑 十大屋苑周末 只有四宗成交 四宗成交 即是你想想 一件事 地产代理如何生存 大家都明白 有很多在十大屋苑里面 如果周末 连一宗成交 都没有 就没得做 我想很快 香港的地产 就 大幅要 大幅要 大比例上要倒闭 螢光幕 大家 就是陈永杰 大家都知道 中原 他一定是这样说的 香港小阳春 跟着港股 从上万九 这是几天前的新闻 现在香港不是万九 是一万八千八 小阳春又结束了 很快就 很快就收工 还可不可以呢 为什么十大屋苑 只有四宗成交 很多和你很多 新楼出是有关系的 大家看看 Yoho Hub 二期 你想想 只是他 他都卖了二百零五伙 大佬 他拿了很多购买力 二百零五伙 大佬 你分十多二十伙 比个十大屋苑都好 对不对 大家都明白 现在一定是 第一 方便 第二 够便 第三 有名牌效应 我是新地 新地 虽然在元朗 方不方便 不是很不方便 我搭车经过的 不是很不方便 OK的 不是地址站楼上 简单说 但也不算是很不方便 一般 你走去元朗地址站 可能十几分钟 都到的了 应该走 另外这个又离 阿诚哥 LYOS 你又砍价三成 怎么办呢 你想想 他砍价三成 都只是沽出六伙 可能是贵的 这些可能是贵的 这些可能是贵的 即是福息 不出奇 大家想想一件事 你便扯了那些 扯了那些购买力 大家看到 新盘周末 两天沽二百三十六伙 LYOS 就沽出六伙 那二百三十 就是刚才说的 Yohok 2 你想想 十大屋苑 你那些业主 即是你不减价 不能玩的 即是如果他减三成 你要减四成 为什麽 因为他全新的 全新的 现在我看你多方便 全部没用 最重要是港价 Kevin indieki 即是这么贵 便宜给出 你站硬便 contag期 这就是 senior 这还正召唤 嘉湖山莊 三宁 488000 third stop 三房 488万 你一般來說都要6塊 你誇張的時候 7塊8塊 488萬 這樣就賣得出 三房以前的 以往的488萬 是488萬是兩房 不是三房 現在是三房 你想想兩房多少錢 三百多 三百頭 寫字樓一樣 這是觀塘的全海景 即是海濱道 開圓道走到尾 走到尾 宏里那裏 如果你的觀看是正的 真是全海景 很正的 現在什麼景都沒有用 宏基資本 2021年 疫情中間 打算撈粗 1.35億買入 結果現在怎樣 現在就是 虧了三成 放售 你計算是多少錢 即是九千多萬 虧了四千多萬 你想想 誇不誇張 打算撈粗 誰知道虧了四千多萬 不知道 他那個面積大 九樓 連四個車位 建築面積有12,029平方尺 他還交刺 不知道是不是自己用 如果你想想他交刺 如果不是自己用 即是說 根本上這幾年是刁刺的 你還不買 你還擺 你擺虧得更多 很傷的 其實這些新聞 現在已經越來越少 為什麼呢 因為虧了 沒有太多人看 賺的 現在才多些人看 但很少 啟德的方艙 大家可以看到 螢光幕 基本上已經刁刺了很久 刁刺了一年 差不多 還有幾個星期 已經是一年半 還有幾個星期 已經刁刺了一年半 鄭詠順提議 改造藝術體育交流園 給一些運動員 用來租用 很厲害 現在很大雨 槍吹開了 有些雨水滴在我背部 現在 可能是指向性的咪 大家未必聽到 你可能聽到 背景有些滴滴聲 就是外面很大雨 現在我背部 風聲 這裏是三面單邊 就是我這間屋 鄭詠順提議 可以改為藝術體育交流園 給運動員 去租用 有區議員 建議 變成跑道公園 全部都不要緊 坦白說 現在 我告訴你 啟德那些地已經不再值錢 你喜歡怎樣做 就無所謂 不要浪費了它 就這樣簡單 另外 也是啟德 啟德體育園 現在有很多 如果收到假如 假如特區政府收到人 我想在香港 搞個綜合性節目 或者是演唱會 之與此類 Tater Swift 如果來 之與此類 就會叫人 訂一個啟德體育園 因為紳士坑 它的樣子 整個不知怎樣 大家認公目見到 這個款式不知怎樣 我記得 如果下雨 蓋要關掉 不能關掉 不過關掉的蓋子 要關掉幾個小時 有議員說 為了 怕太過 小貓三四隻 不如 找四大天王出來 打頭陣 炒慶一下 坦白說 現在四大天王都不出來 對不對 黎明 除了演唱會賺錢 他還跟你出來 是嗎 我想問 劉德華是否虧得 糟糕 我那天 和我的朋友出來 他是華仔 即是華仔的忠實 勇等 他說他收到封 華仔現在在內地的約 因為 現在這些 就叫做 就是什麼 過氣藝人 已經老了 在國內 他擔心 他擔心 你要的價格又高 片酬又高 不過 又不知道 你是否真的賣座 這樣 就跟你打賭 你要達到 某一個票房 你就拿到這麼多片酬 但是 如果你低過這個數 你就要賠 現在熊潭先生 聽聞華仔 就 欠十億 那麼多 當然 我們知道華仔的老婆 是有錢的 我們知道 另外 好像說華仔還有 十套片 在國內上 不知道追不追得回 所以現在華仔很問 你看到 你當了電影業協會的 副主席 馬上就糟糕了 希望華仔沒事 你問我 你說 劉德華還有沒有心情 我覺得她是沒有 對不對 我覺得她是沒有 張學友 那些會不會再出來 我想 機會不高 要炒慶這個啟德體育園 我告訴你 如果你請Tater Swift來 夠了 好似說 英國 她帶動了2.7%的GDP 不是跟你說笑 是不是英國 我記得我拿過新聞 是這樣 嘩 多厲害 你上Tater Swift來 彩你又美 我告訴你 如果美斯肯來香港踢 真的跟你幾個啟德體育員 都跟你炒慶他 人家還來不來 不會來的 不會的 你按巴鈴閉 這樣就不要來 是吧 還有幾多世界巨星 你想想 是吧 Nichol Kidman 死都不肯來 剛剛又說人家 哎呀又有什麼禮代 特別優惠她一些防疫措施 不用來 你看人家 我有看你能否想過訪問 人家寧願整個香港景 搬過去這個 荷里活拍 都不再來你香港 又說裡面有什麼 反送中鏡頭 Netflix香港不想得 按巴鈴閉 是不是 你沒有國際巨星 炒不起的 我告訴你 沒有的 你沒有那些 美國 英國 這一班國際巨星 或者踢球 那些 你一定炒不起的 我告訴你 我告訴你 謎底終於揭中 大家有聽大番鼠說 不是 香港少了這麼多公司 但香港新註冊公司 有很多 現在謎底揭中 為何突然間香港今年 有這麼多新公司註冊 原來就是用來搞辣椒 簡單說一句 大家螢光幕看到 待會跟大家說很簡單 很簡單很簡單 切了辣之後 為何這麼多人 會自己做公司 原因就是賣樓 扣稅 因為大家都明白 你BSD扣稅是很金的 其實很簡單 主要我鑑定給大家 就是買家引花稅BSD 簡單說一句 如果我們用一層樓 我將一層樓 賣給你的話 重價引花稅是4.25% whatever 怎樣都好 但是如果我將這層樓 under我自己開一間公司 你不要管它有限公司 或者沒有限公司 沒什麼人會搞你這間公司 這樣呢 我就不是將那層樓賣給你 我只不過 將我公司的股權給你 你便擁有一層樓 但是 將公司的股權轉給你 其實稅率只有0.2% 很簡單 如果我是一個 當然不是那些幾百萬的物業 是那些二千多萬的物業 簡單說一句 一般物業來說 重價引花稅4.25% 即是我賣樓 你不要管我買樓賣樓 whatever 我給稅是93.5萬 但是 如果我只將股權轉給你 只需要4.4萬 即是我將公司的股權轉讓給你 那under公司的東西自然就是你的 是吧 是吧 這個呢 做一個計算出來的 簡單說 就說 我 用A公司名義買入價值二千二百萬的第二層物業 第二層物業 那我就要給重價引花稅 因為我不是首次 那就是93.5萬 但是如果 很簡單 我有一間公司 我將那些層物業 用公司名義去賣的話 我將公司的股權轉給你 那就是層物業轉給你 因為層物業是under公司的 那其實股權轉讓 只需要4.4萬 那就差很遠 好 第二個例子 如果我用1,600萬 買入一個太古城單位出租 這個單位是用來出租的 有裝修費 管理費 租金 差項 那我就有一個1,600萬的物業 有物業租金 每年租金 那可以 如果你作為一間公司 你旗下的物業 那你又可以扣減差項 又可以 租金又可以 即是你要說租金 當收入 扣減管理費 清潔費之類 其實相差很遠很遠 大家看看 個人名義持有的 你要交稅是五萬一 但是右手邊 如果你是用公司名義交 你就不是交物業稅 你就交什麼 你就交利得稅 即是說 你這間公司有沒有賺錢 這樣就相當簡單 為什麼呢 因為你這間公司 你這個物業一定沒有錢賺 哪有錢賺呢 這段時間 所以你看到 扣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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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资产折旧 因为这是 fixed asset 不要理会出不出租 出租只是有收入 折旧价值是 34万 你看一件事 如果我们 以个人持有 又要交 因为有租金收入 我们说的是 几千万物业 不是几百万物业 这样的话 应该交的税大约是五万多元 即是即使出租 有租金收入 但是假如 假如我是以公司持有 最大一部分 就是扣了depreciation 其实你要交的 你得的利润 是很少的 他交多少钱呢? 4923元 因为有depreciation 公司只需要交利得税 是这么简单 为什么有利润呢? 因为你有租金收入 但是因为有折扣 为什么每个人都这么做呢? 原因相当简单 因为如果你在好景的时候 那你层楼呢 你说你有租金收入 你不止有租金收入 你还有什么? 层楼升值 层楼升值 升值部分 是要交税 是夸张的 是十六点几个百分比的 即是说 如果你在楼价最强的时候 你用公司持有的话 是对 你可以减回depreciation 没问题 但是你租金收入要计 当然你找人清洁 和整个屋 都会扣回你的 但是因为 如果你乘楼是2000万 你升了500万 一年的话 你那500万 就要交16.5%税 所以 这是制不过的 所以 现在来说 楼价跌的 你用这个方法 没问题 但楼价升的话 你用这个方法 就会蝕到你妈妈都没有 就是这样 所以 你会看到 为什么突然之间 在今年里面 那么多 新的公司主策 就是因为做这件事 是预备你一切纳 他立即 用那个股权转让的方式 将屋楼转给别人 这样的话 就不用交税了 那你问我陈茂波 知道吗?一定知道 一定知道 那为什么还要切纳 因为切纳不是他作主 切纳是上面作主 我们都说过 今次切纳 跟我们一般老百姓 没有关系 主要是被内地投资者 去脱身 跟我们没有关系 有个传言 就说高财通去到今年 即是两年 孙玉咸就立即反驳 说不是 香港的高财通 即是香港的高财通 就会继续 那为什么内地有这样的传言 就是叫人 快点去申请高财通 孙玉咸就说 入境署 就说收入最好 去到两万元 才是靠谱 但以现在香港的形势 还行不行呢 香港的地产新闻 就到这里 我们说回国内 国内横跨大湾区五个城 全长258公里的地铁 即将开通 它开通的站 我觉得有些站是挺刁钻的 兆庆我去过 大家看到 藍色北那个 鼎湖东 我不认 一般来说 我们很少去佛山西 一般来说 我们在府门开过去佛山那里 广州南我去过 但没什么人 东莞西 又没什么人去东莞西 通常都是常平火车站 大概是半个小时的 半个小时的直径里面 一般来说 我们去到常平火车站 去厂是半个小时的车 最多是半个小时 半个小时至40分钟左右 东莞西 我不知道在哪里 另外 维州北 为什么这个站要去到维州北呢 其实你问我 我也不明白 你看那个总共的线 是很长的 258公里那么长 就是香港刚刚去到广州的边 那么长 已经是 有没有这样的需要呢 我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另外 刚才已经说了 这个东莞西 所以现在由福田开始 就是我们去到福田 深圳地铁的10号线 就可以直通东莞了 以往的高铁是去到府门 去到府门 府门就不是东莞 现在刚才说了这个东莞西 就是说可以去到东莞 就是说如果香港人 你由福田口岸过了 那你搭地铁就可以去到东莞了 不用像我们以前那样 就搭这个大巴的 它的站都比较怪 是的 龙平站 游金桥 官井头 大运城邦 我没有听过 不知道 就是国内那么大 我不知道 但是问题就是 它现在去到东莞的鳳江 是OK的 鳳江都比较多人去 但是 需不需要做那么多 是不是大白象工程 我就不知道 但是问题就是 越方便 对香港 越无利 因为东莞便宜一点 你看到它为什么要这么新呢 就是因为深圳都贵 它现在就怕你 第一样东西 有个读者留言 它说得很对 现在在深圳和广州 它唯一的外资就是香港 没有的 它们没有外资 它唯一的外资就是香港 它希望尽量引你的香港人 深入不无之地 简单说句 它就说 因为你只是在东莞 即是 只是在这个 只是在这个深圳和广州 它不行 那你东莞那些 就是干堂 所以呢 就引到你去东莞 那些 那些 还有一样东西就是 贵 现在你深圳 你深圳 那些香港人可能都嫌贵 那怎样都好 就令到你越 越北些 你越便宜 那些 那对香港越无理 对香港越麻烦 我估计它 由福田口岸 去这个东莞 大概是 我估计它都要整 四十分钟 应该我估计 四十分钟 因为去到潘域都差不多整个钟 是啊 去潘域 即是市桥那里 都差不多整 四十五分钟 至五十分钟左右 就是坐地铁 我想去东莞都要 都要整四十分钟 我估计是 那这个呢 我们上集已经说过 那 我们拆解一下 其实呢 中央为何这样做呢 就是说 现在中央做的事很简单 就是说 你的楼 卖不完 那又怎样呢 我印银子 那些银子在哪里呢 银子放在四大国有银行那里 接着我就叫国企 叫国企 问这个国有银行借钱 然后和发展商 买了你那些没人买的楼 其实就是这样的嘛 是这么简单 那你说有没有用呢 大家先看了这个新闻 相当惊吓 为什么下来的 内地的那些穷西 是连一元都不用呢 因为它真的一元都没有 不是说笑 这个是星岛 我特意留下一个logo 星岛5月23日 内银 现在全部减薪 有些员工减薪了 减了九成 到手连一千元都没有 一个月 用餐补贴没有 我特意留下 他说部分员工减薪减薪减了四成 有银行职员扣除五险一金 就是养老金 他们全部要交 你银行不能走 他自动帮你扣 那只剩一千元一个月 那你一千元怎么用呢 他以前的月薪是过万的 现在只剩一千元 我不要当你一千元 你三千元 你上班是用不了的 你要上班的 你三千元是什么 平均一百元一日 你怎么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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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当你一定不在深圳 或者上海 不是没有办法 你在其他地方 一百元一日 做不到 你要上班 对不对 有些说平均月薪由八千元 降到四千元 所以大家就知道 为什么内地来旅行的 一元都不用呢 因为一元都没有 你明白吗 你想想一样 一件事 现在就顶得住 过多一年半 就顶不住 他是用那些积蓄去 供楼 养父母 养孩子 供楼 又不可以做老奶 那怎么办 所以你看到内地 这么多斩物 就是这样 所以大家不要这么开心 很快轮到香港 我都说 香港和内地 只差一年半 很快到香港 香港的情况会越来越差 这个是有提到的 十四家上市银行的 人烹ки,最大降幅有百分之百四 银行管理层平均降13% 其中有平安银行 高管减薪大跌到四十%, 有名有姓 招商申生 减薪超过三十 甚至有很多是因為你以前做到拿到的獎金 但那個人原來斷工扣回你 最多每個員工扣回你九千八 所以你看看內地的人下來香港 這個是做銀行的 已經叫做鐵飯碗 都這樣你想想其他外面會怎樣 其他工作會怎樣 剛才那個其實很簡單 你看看錢的流程就知道 對不對 國家印銀紙 那些銀紙給了國有銀行 叫國企去問國有銀行借 然後去問發展商買了那些房子 under國企就是國家 其實所有這些都是什麼 所有這些都是國家 他印出來的錢 一毫子都沒有流入 到人民的體系裏面 所有的錢 或者那個物業 都是怎樣 從頭到尾都是在裡面走一個圈 那些錢沒有流出去 一般生活社會裏面 那他用來做什麼 排隊檔 告訴你 有人買樓了 樓市旺了 這樣跟香港股市沒有分別 股市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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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買了 這樣做什麼 就是這麼簡單 你看到流程就知道 錢沒有流入到社會裏面 是沒有的 錢是怎樣 從頭到尾 在國有體系裏面 所以你說有沒有通脹 沒有 因為錢沒有出去 沒有通脹的原因 因為錢沒有出去 他印的錢都是留在一個體系裏面 怎會有通脹 但在外國不會做這件事 為什麼美國有通脹 因為錢流出去一般人民裏面 人民用來買東西便有通脹 但他沒有 錢都沒有流出去 怎會有通脹 那用來做什麼 哄你買樓 製造成交 就是這麼簡單 所以我進去看領展 領展很長都是什麼 回購 回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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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懷疑很多都是回購回購回購 令到穀高了股市 那你回購要錢 回購完了 內地的資金來到差不多了 那香港股市便下跌 所以什麼國家隊出場 其實等於排隊黨 沒有分別 現在他有三招號稱三招救內房 第一招 下條個人住房公積金貸款 即是說 你用公積金貸款 你四分一個百分點便可以 借了 用你的公積金做抵押 借錢 買樓 第二 取消 首套房和二套房的個人住房房貸利率下限 即是說 沒有下限的 利率再低都可以 最緊要你買 第三 首套房最低 首付比例 15% 買第二套房 最低25% 即是說 你交百分之十五首期 就可以做業主 第二套房 都是百分之二十五首期 還有 房貸下限 只是談 談便可以 沒有下限 你談得到這個銀行便可以 最緊要有錢還 第三 你可以用公積金 去抵押貸款 四分一來 做這麼多事情 都是什麼 都是想你拿你的錢去買樓 跟剛才說的沒有分別 那個就是做一個假象 很多人買樓 成交升 你們來買 跟著降低買樓的要求 主要就是想拿你袋裡的錢 是這麼簡單 大家螢光幕看到 以前我在東莞的南城 我見過很多次 很漂亮 大家留意一下 很多 特別是左邊那些 左邊 你看到沒有任何毛巾掛出來 那一層樓有沒有人住呢 是吧 你看看多少太原這些 全部是難尾 起到這裏 起不到下去了 多到你看看 你看看 多到 全部沒得再起下去了 那樓價怎樣升呢 是吧 所以深圳二手樓成交倍增 為什麼 因為炒興了 炒熱了氣氛 那些人認為 有人買樓了 有成交了 他見到數字成交 但原來是什麼 原來是自己買回自己 就是這樣 所以即使是這樣也好 路透社股今年中國樓價仍然會跌5% 他上一次預測會升0.5% 突然間預測會跌5% 最尾了 因為今天新聞不是太多 我們講少少英國 英國現在有很多我們的香港人 就過去了 英國的四月份 四月份 其實那個通脹就 增長放緩的意思是說 其實它 通脹沒有升得那麼厲害 那這件事是好事來的 因為英國是希望通脹跌 現在最新的通脹四月份 是2.3% 那麼就快就去到2%了 喉俊偉這傢伙 又想著減息 那減息是誰做的 就是顛婆卓衛斯做的 為什麼還要減息呢 他已經減息了 這個問題就是 你減息沒有問題 那你那個收入在哪裡來呢 你沒有收入不行的 大哥 對不對 那為什麼要減息呢 非常之明顯 喉俊偉是一年裡 這次是第三次削減 National Insurance 即是你要供養老金之類的 大家可不可以告訴我 National Insurance 是什麼來的 是否像養老金那樣的問題 我猜是吧 你這樣減法 你的庫房收入就會低 很多東西都要拿著荷包 那你說 為什麼要減息呢 因為今年大選 你還要加息的話 就怕會倒楣 就不是怕侯俊偉傑的倒楣 是怕保守黨整個黨倒楣 就是這麼簡單 主要就是用來爭選票 新委成孫力宣佈 剛剛宣佈 日前22日宣佈 下星期五 即今個月的30日 國會解散 解散國會 接著7月4日大選 這個 是不是英國一個轉折點 我估計應該會是 可能是英國一個轉折點 保守黨其實執政了已經超過14年 這堂事就沒得搞的 即是由卡梅倫這個石頭 搞到現在 整個英國就弱個弱包 整個國家就散了 現在好些 之前 根本上就是中國的一條狗 根本上英國在過去十幾年 除了孫力這段時間 硬起來之外 其實根本就是中國的一條狗 德國也是中國的一條狗 法國就是德國的一條狗 就是這樣 即是英國不止是這樣的能力 保守黨很久很久 已經14年了 卡梅倫 卡梅倫到誰 Johnson 然後到 卡梅倫到文翠山 然後到Johnson Johnson是到過顛婆卓衛斯 然後到SUNET 全部就是一塌糊塗 搞國家 不知道搞什麼搞出來 全部都亂了 那些收入就越來越少 國家不知道做什麼 即是你鬥我 我鬥你 你搞政治 我搞政治 沒有人去搞一些科技 搞一些商業 沒有的 個個都搞了一些無謂的事情 結果國家 若領都若煲 大家記不記得 中間被我們習主席 去到我是要你坐英雷王的馬車 我是要你坐英雷王的馬車 人家坐完馬車之後 真的要駛過馬車 我告訴你 當時為何中國可以這麼厲害 因為你用英國弱 英國不應該這麼弱 對嗎 2006年我認識鬼仔的時候 英國不是這麼弱 差不多十八年前 你看這十幾年 弱個弱煲 真的弱個弱煲 不是開玩笑 現在才叫硬起來 你看一下Johnson 是非要去派對的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我也不明白 是在文翠山做得比較好 我知道他難處 卡梅倫做個脫勾 更加死得慢 現在這個我們不認識 就是工黨的司機嫌出來 工黨做得好不好 我不知道 因為他們是在野黨 這十幾年來 我接觸英國政治 大部分都是保守黨 或者是皇室 現在我估計 如果這次這樣選 保守黨應該已經完結 人民已經受不了 你差得太厲害 這個我不認識 工黨黨灰司機嫌我不認識 我不知道怎樣評論他 但是他說如果保守黨再做五年 一個任期五年 你英國真的玩完了 真的玩完了 不是跟你開玩笑 我估計 這次保守黨已經不能玩了 但是你說工黨是否好些 不知道 大家可以留下言 其實 英國是有很多好事 制度 金融 錢 很多東西 可以和其他國家合作 或者美國那些 不知道他搞什麼 我也不知道那些人在搞什麼 搞一下搞一下搞一下 搞一下搞一下 結果整個國家 差不多整個都散了 希望這個 我估計這次工黨贏的機會很大 不是因為工黨好 是因為保守黨太差 對剛剛移過去的香港人來說 又是一種考驗 這是大時代 這是大時代 你一轉了另一個黨 完全國家的方針會不同 希望有一個新的一頁走出來 現在這樣再搞下去 英國就不行了 只會變了阿四 好了 今天不是太多新聞 今天和大家分享到這裏 我們的網址 YouTube投資筆記 五月份的收費版 大家都可以訂 不過如果過了今集 就訂六月份 投資美股提早退休 如果過了今集你不訂 請訂閱六月份 因為今集還有兩集 即今個月還有兩集都完結 我們兩類型的收費項目 大家看看螢光幕 我就不重複了 銀行賬戶 轉數快電郵 和PayPal賬戶 是不變的 大家有任何問題 可以在YouTube下面留言 大家電郵給我 香港financial at gmail.com 今天已經是星期五 預祝大家周末愉快 大家記住看一周股市大事 先放周末 拜拜 拜拜